常驻的话意思是什么 加强训练嘛 那加强训练就认为说 美国是可以依赖的 这个有力的伙伴盟方吗 那但是另外一头还有军售啊 好我们请导播跟我们看下一张 其实我们看到呢 在现在 怎么就这么刚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也发新闻稿表示 国务院批准了 售台先进战术 数据链升级的计划 还有相关的设备 预计总额7500万美元 折合台币23.6亿多元 现在呢里面还特别强调 这个军售还要需 200名美国政府官员 200名美国的承包商代表 依照需求来到台湾 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援 我就问许婷 一边有绿扁帽 到了金门 到了澎湖 然后另外一边 还有就是更多的军售 还不断的强调的是 有美国的人员 可以来到台湾是上百人之多 过去我们很少看到在新闻稿当中 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来所以呢 现在的军售一笔兼一笔啦 但是我就说 不要说是金额 人员都要告诉你 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 更加有力的支持吗 据庭 我觉得这当然是特意的去做大内宣啦 因为当然一些先进技术来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国外的高级技术人员 来协助做对接跟指导 这当然是正常 比如说也不只是国防啦 比如说我们在地方捷运工程 电机技术的时候 你整包的标案里面都有包含 外国高级人员来 然后你还要付钱 你要供他实数 供他这边的薪资或怎么样 这是正常的部分 那国防的时候 很少人注意到这一块 然后这次大家把它拉出来讲 难免不免让大家 有点大内宣的味道 很多美国人在台湾啦 所以会很安全啦 台湾有事美国也就有事了 真的有这么点味道 你可以刚刚讲绿扁帽 绿扁帽也同理嘛 就带这样一个风向 但带风向归带风向 刚刚我们才讨论 它这个是叫做 这个先进战术数据链 听起来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专业 连海巡的密录器 都用不好的人 你用是干什么啦 真的是忍不住要吐槽 真的是 你有些很先进的设备 你如果没有一个 准备好的状态 然后没有一个 上井发条的一个部队 在使用的时候 它真的有发挥预期的功能 你这些军购 每次这么多的资源投下去 买了这么多的设备 有没有像样的训练 有没有好的操作 我觉得现在大家反而是对于 台湾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 这件事情是很没有信心的 包含金门这件事情 延伸我都很担心 现在讲说绿扁帽 这些美国人在台湾 那是因为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 也许这是一个 大家会顾虑的点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两岸的冲突升高 不是从小冲突小摩擦 就马上爆发战争 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金门这个事 人家可以开始 他也跑来执法 比如说渔民 有的时候我们这种渔民 在有争议的随意的时候 大家会说护鱼啊 我不管是民间的 准官方的 刚才跟你打擦边球的时候 请问你海巡署是接还是不接 这些反此种种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前 很有可能的小型的冲突 每一件事 每一个角色都是考验 每一个角色下错 都有可能导致冲突进一步升高 与其大家去关注 去被民进党这种带风向 画出所骗走 你不如去关注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们这边到底做好沙盘推演没有 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 冲突的这个温度赶快降下来 所以我们才反复强调 两岸要有对话管道 要有互信基础的原因在这里 就是不希望这些东西 去影响大家平常的生活 但显然民进党政府从来听不进去 是 不过我也很好奇 那你看像这次呢 就刚好就在这个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盖拉格来了 美国联邦众议院里面 非常鹰派的 这个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 率了跨党派的一个团 一行人来到台湾 那么呢 当然也会见 包括蔡英文 赖清德 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 不过在这次呢 他当然他讲的 当然都是这一番话啦 坚定的要表达 美国对台的支持啊等等 可是呢 上至因为他没有要再继续连任了 那所以毕业旅行了的话 那我们就很好奇 那他此行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目的 而不是只是他冠冕堂皇 在演讲致辞讲的那一些 我们想知道 到底有什么样背后真正的用意 看到他过去的档案 他有军方的资历 那么甚至还曾经任职 绿湾一家能源 以及供应链管理公司 是要来做生意 要为日后商机铺路吗 我们每次在稍微在嘲讽或指责这些 美国的参众议员的毕业旅行 可是我们不是就眼前哦 要知道我们就从李登辉时代 陈瑞扁时代 我们已经接待无数批毕业旅行 提前来要东要西 如果甚至没有的话 拿一些顾问费或者是公关公司 或各式各样的 无论在外交或智库 通常其实我也看过 美国的部分的报道 他们提到类似像参众议员当中 如果一旦卸任或离开 特别像他这样年轻 这么年轻不可能退休 所以接下来肯定还有下个去处 那么据刚刚讲那些公关或智库的部分 还是比较low一点 因为钱少 那大部分去的部分 不外乎就是能源业 军火业 另外医药业 因为犹太人很多 另外还有像矿业 混比较差的 大概就是一些州里面的 一些做生意的那些东西 像上次 像上次那个英国的那个特拉斯 不过也还是 人家还是在军火嘛 就介绍有关于英国的部分的军火的系统 所以大概其实是这样子 他这次来 我们现在听他讲的部分 其实说实在的 以他过去 对于中国大陆的部分的仇视 或者是这种坚定反共 那么以及在这里头相对力挺台湾 你不觉得他这次来台湾讲的东西 其实还蛮温和的 首先对于北京没有太重的指责 那么对于台湾也没有非常浓的维护 相较于过去他在美国所说的部分 他来的部分都在讲客套话 其实很大 他有讲啊 说这个面对中共什么对台的侵略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之类的 这个东西袖手旁观 how many prices do you have to pay 这个东西其实是台面下吃饭的时候 另外在聊的东西嘛 他不会袖手旁观 所以那你要付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讲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三道四 在取笑 而这些我们真的从李登辉时代来讲 在台湾西上在争取 所谓美国的保护当中 美国华府层面的保护 当然包括军方的这个部分 通过武器采购 民间的部分当然在多方面 建立一些有台的部分议员 这当然也是天经地义 在外交行为当中也都努力的是 可是我们真的在这二三十年来 真的看太多 所有这些参众议员 尤其是毕业旅行来的 你虽然不能说他不怀好意 可是都是要前经后泄 这些年特别是蓬佩奥等等 而且最讨厌最麻烦的一点是 我们现在也不得不看到 像肖美琴总统府这类 也都对他有所招待 也就是韩国瑜 但是众所皆知 连美国方面的媒体 对盖拉格来的部分报道 当中也有三分之一以上 都有在办嘲讽 什么嘲讽什么呢 都会觉得你现在来的 做的东西 如果万一川普选上了 对台湾根本就是 马上就翻一翻 你现在能够做的 表达的所谓的民意 参众一面对台湾的支持 这些东西都完全都不算数 所以现在在美国的舆论当中 我刚讲可能接近一半 都还在嘲讽他们这次 来台湾的旅行 所以这个部分就牵涉到 我们所做的东西 现在对美国民间的接触 讲白几点 朋友还是要交 但说实在真的没拆港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交往的时候就交心酸的 好来看盖拉格 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七年曾派驻伊拉克两次 担任过参议院外委会 中东级反恐小组 共和党主要的幕僚 他仍然还是共和党 不过在这次一行人 其实也包括民主党的人士 所以你看在今天 盖拉格还特别对着蔡英文 说什么呢 说蔡英文将卸任了 也没要连任 有兴趣的话 威斯康星州很欢迎蔡英文 到美国的政坛去试试 蔡英文听了以后 还笑喊着OK 然后旁边有民主党的民代 还特别谈什么呢 说那是要加入民主党 因为盖拉格自己是共和党 但蔡英文听了以后 好像还蛮开心的 这个汉庭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这个盖拉格自己不连任了 然后蔡英文要卸任了 那盖拉格在为自己铺路 他还在为蔡英文铺路吗 刚才我们广告的时候 广告的时候说 那个到美国政坛试一试 到底要试什么东西呢 对吧 没有我们就节目上就不讲了 好 我们还是来说一下 就这盖拉格的胡言乱语 你看他讲说 台湾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展示 如何抵御中共 到底如何抵御呢 我也很好奇啊 比如说都是邀请一些 没什么用的美国人之类的嘛 对吗 培洛西 请问他现在有什么用 麦卡锡 不选了 请问他有什么用 盖拉格 不选了 请问他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到底如何向世界展示 我们要抵御中共呢 就是邀请一些没什么用的人来啊 还有邀请英国的特斯拉 特拉斯 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懂有什么用 就是送钱而已 那当然他就说 你看我们要展示 如何抵御 如何 就是来要朝贡的嘛 就是来要钱 要勒索 来要保护费的 就要台湾多出一点钱 所以当然希望我们的小牛 多努力一下 好好的质询一下 到底这一趟来 我们又花了多少钱 基本的时速机票 这些不算之外 那到底额外 我们邀请他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花费 到底会谈了之后 他会不会又要我们的什么 退府基金啊 劳动基金啊 又去投资他的哪一家公司 或者是不是接下来 还要开放一些什么东西 那不过还能够再买什么 我们也是很好奇 因为蔡英文时期 把台湾差不多能买的 能开放的 都已经投的差不多了 我们莱猪也买啦 波音也买啦 然后呢 这个核实也吞啦 虽然是日本的 但也是美国的受益 那再来呢 就我们台积电 也都已经搬得差不多啦 我们的国防预算 也已经买得差不多啦 又要增加买这么多东西 到底台湾还有什么 还值得这些美国人 所看得上眼的 我真的也很好奇 这就像啥呢 就有人讲说 土匪要来家里抢钱了 那讲说 你就尽量抢 因为我也很好奇 我家还有什么 金银财宝 所以我在好奇啊 就是民进党 这么欢迎美国人来 是不是也想问一下 我家到底还有什么财宝 你来帮我找一找 看上蔡英文 看上蔡英文去从政 对啊 他看上蔡英文 叫他去威斯康星州 是不是真的看上蔡英文呢 这不知道啊 免得被人家说 我们是外貌羞辱啊 那再来你看 赖清德说 哇我们这个两岸的关系 很重要 我们呢会秉持所谓的 和平民主对话跟对等 对赖清德说的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用这四原则处理两岸关系 根本是四大笑话嘛 和平 我们都把人给撞死了 我们还说谎 和平在哪里 对吧 然后呢民主 哇你赖清德 只有四成的民意 敢跟我们谈民主 对话执政以来 一点对话都做不到 哪有对等 在我们来看 根本就是坐着等死 好在盖拉格 然后这个时候还在说 如果习近平跟中共 侵略台湾 美国会跟台湾站在一起 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这话讲的 你觉得信吗 然后呢许婷 然后他就是说 欢迎蔡英文到美国的政坛世事 蔡英文到美国的政坛 能发展吗 这要做什么 当然不能啊 不过他如果真的去 他就赶快去好不好 很烦耶 对啊 是要去选州长吗 还是当参议员 不可能也不可能有 众议员 不可能要选啊 除非他他有什么绿卡 还是什么东西 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啦 当然是外交的客套化啦 不过我想是蔡英文 你要用OK来回应这个客套化 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啦 正常来讲 你被为这个即将卸任的总统 也要有一定的厚重度跟高度嘛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祝福未来 希望台美关系 大家一起努力 你讲一讲这样的官话 大家也觉得说你比较 然后你讲OK 那真的OK好了 因为我们也是蛮担心 到时候你搞不好垂帘听证 在后面指手画脚 然后把政坛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也蛮担心这件事 他都不会觉得 有点降一级的感觉 在台湾的领导人 然后到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你说纽约州或加州 如果是蔡英文就说Next Life 下辈子 也有可能是他们内建的DNA 因为你看大家评论蔡英文 我们一向在他执政这八年里面 处理对美关系 他对美国说过哪一次不要 所有要求他也都OK 好像是 大概就习惯成自然了 但如果真的那就OK 赶快去 我不管你要选什么 那就去吧 好来 那现在这个上次 那今天当然我们看到 美国又在跟台湾 不知道又要什么了 来这一趟 可是呢 真正的癥结点是 两岸的关系 到现在目前这样 你美国 你能帮两岸的关系 变更好吗 还是反而有 制造反效果 今天我们说观光 观光没 然后呢 台湾方面你说 哎 求是在大陆手上 还要对岸 释出善意哦 说两岸这样 才能恢复交流 尤其是交通部长 王国才 他讲两边的那个观光的 逆差高达800亿 然后呢 就特别强调的一点 是说 我们还是会努力的 我们仍然还是有 定出我们的目标 今年仍然可达标 然后呢就要大陆方面呢 要释出善意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许就可以考虑一下说 是不是那个禁止台湾团 出团到大陆 那个6月1号的禁令 就可以拿掉了 还要对方先释善意 王国才因为现在受到台湾很多观光产业 这观光业当中还不只是旅行团 还包括航空类股 包括旅馆类股 那么这个部分在这一波 台湾的股市大上涨当中 唯独这几个涉及到观光类股 都非常非常低迷 所以这里头产业的压力 王国才才会讲这些话 当然其实现在要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对待台湾 我们在讲说 希望对方释出善意 怎么办呢 我想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预行节目里头都是谈到 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定了 就是说无论在敏台之间的 所谓生化融合策略 这个整体的政策 他做一个历史性地理性的政策性的 在大选之后 我们看到为什么ECFA 在最近好像没有谈要断 或各方面 其实我们掌握的消息 最大关键是中国大陆现在会精准会台 包括精准制台 就是制服的制 也就是说后面要对付赖清德 都会大家现在会更精准来进行 所以包括ECFA在内 跟所有对台政策 都会更精准的 如何剥离掉赖清德执政 变成他的credit 如何剥离掉在绿营的执政县市 当中这里头部分的厂商 这里头的农民运营 要把它剥离掉 让这些东西就不像过去 就像讲整个大红包给你们 然后最后都被民党收入口袋里头 这就是现在在1月13号选举 最后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连选举过后 而且接下来马上两会 我们就会慢慢看到了大陆对台的方向 也就是说这里头不是我们看到 金门这个单独的问题 只会包括为什么金门问题 现在大陆处理的非常的低调 因为接下来真的两会 两会一项就是 人大跟政协就会有对台湾 总体2024年的大政策框架 会有非常详细的推动 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影响到 这整个方向或大陆的民怨 来具象观光这个部分的诉求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接下来 究竟我不要说520 从来没有520什么 看520赖清德怎么讲 再来处理 不是这样子 每次只要有这样的说法 观众朋友就叫这样的专家 学着民主去死吧 不懂大陆人才会说 怎么等520 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在等赖清德520 只是现在他们就在3月3号 4号两会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框架了 我要刚刚讲精准会台 会台还是会推动 两岸民间交流会推动 同样精准制台制服的制 怎么样压制你 怎么样对你民进党的部分 政府细细密密的 我觉得3月很快就会看到了 好 那汉庭 那你看现在光是讲这个观光 如果从2016年来看 陆克观光产值已经减到台币 1644亿了 然后一直掉哦 2017 1124亿 然后再来你看 光是以人数来讲 陆克在台境外旅客当中 只占25% 跌到270万人次 2020年因为有疫情 上半年陆克来台 只剩下多少 9万人 创新低 结果现在呢 这些官员讲的算不算是一个风凉话 因为不要说是交通部长了 连郑文灿都在讲 哎呀我们有开放 我们这开放政策没变呢 我们也希望春暖花开 回到正轨啊 6月1号也不是绝对的日期 希望有好的转机啊 哎对呀 他自己都在讲6月1号了 还说是什么 春暖花开 如果希望春暖花开 那为什么又会有之前的这个 禁止我们组团到大陆去旅游呢 想要奢望在民进党执政 开放所谓的两岸的团客 大概真的是难上加难 而且难如登天 因为民进党显然并不想要开放 这个两岸关系 更加进一步的这个升华 而且再一个层次呢 是实际上当前台湾啊 仰赖大陆团体旅游的产业 相较2016年已经萎缩了 为什么 导光了嘛 转航了嘛 就是真的已经不再做大陆生意 因为已经看不到前景 看不到未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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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